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大喬 謝謝麥克 沒錯 你今天沒有看錯 為什麼只有一台筆電呢 那是因為我們今天不講人生不品 好不好 我們講一下最近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車休圈大小事 那就是 重車是否可以停機車停車位 最近發生一件事就是 有些車友覺得說 機車停車格 重車是不是應該也可以停呢 那就是因為這個議題 所以他們去重車一台停一個汽車位 這也是政府規定 其實在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停一台甚至兩台 好了 還有些地方還可以停到四台 是不是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很多通行族啊 我知道他們的需求 因為汽車停車格確實確實 真的在路邊尋找 真的有時候非常麻煩 尤其是你重車今天那個不大不小的 size要硬塞機車格也很尷尬 但是要找汽車停車格 你又找不到 這個時候矛盾就出來了 那首先 我必須要講三個論點 第一個大型重機的普及 因為早期其實大家都是騎白牌上班 這個沒問題 最近我先講台北市的情況好了 台北市機車停車格越來越少的情況 大型重機的普及 很多年輕人現在開始喜歡騎黃牌也好 或是白牌的檔車也好 或是紅牌也好 紅黃牌基本上可以享受到一些 快速道路的優勢 就在可以騎快速道路 會比較快 不用再等紅綠燈 但是這問題就來了 停車位呢 好不好 停車場 也許停車場很難找 或是他所在的地方 那個停車場是非常遠的 或是怎麼樣的 那這個時候路邊停車就很重要了 那台北市的路邊停車格又少的情況下 到處都是紅線 那你到底要停哪裡 剛好看到一個機車格 我插不進去啊 因為我是紅牌 我是黃牌 是不是 在這個時候 問題 就是在這個時候 就會開始慢慢慢慢的產生 這是第一個大型重機的普及化 再來呢 現行停車的法規 剛剛就講到了 黃牌 就算你的尺寸跟那個蘇格達一樣 但是你一樣不能停機車格 非常尷尬 你也是一台小小的autobi 只是你的牌的顏色不一樣 腳的碎 還比別人多 但你為什麼不能停呢 我也不知道 這個其實 會有一些政府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 身為一個道路的使用人 好不好 我必須要發聲一下就是 我覺得 好沒事 講出來 好啦反正就是我覺得應該要停 其實我覺得 這個議題啊就是 就是普遍現在社會對我們大型重機的一些 刻白印象 比如說他這一輩子都沒有 都不會接觸到 我跟人紅牌的重車 但是我跟你講 基本上啊 台灣人口 平均每一個 那個家庭啊 都會有一台摩摩車 這個是一個數據 這個是一個大數據 所以 你也許生活很好 你家裡 你的公司都有停車位 所以你不需要騎機車 那算了 但是這種人我覺得 還是那個頂端的那些人 老實說在台灣基本上 人手一台摩摩車 這樣講都不為過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些法規的問題 那這要扯到太遠 就是因為現在很多人的觀念是 覺得大型重機它是自動機 所以你自動機 你來騎那個 汽車道幹嘛勒對不對 是不是有很多這種事情 然後還有一些社會事件 都是這樣產生的 或是一些什麼吵架 敲馬托米亞那種 是不是都 都是因為這樣發生的 所以今天假如說 汽車 四輪二輪大型重機 是同等權利 那 我覺得這個問題 勢必會被消遣一點 不能說完全不見 但是老實說 因為我自己在國外 我一直不想拿國外去 去帶到台灣的那個 文化 是因為我覺得 雖然每個人的土地不一樣 然後人口密度也不一樣 所以也許在某些規劃上面 會有一些落差 但老實說 其實國外啊 不管你機車 就算小到50cc 你就一樣停汽車停車格 因為他們不會有 摩托牌停車格 然後就有格子就停嘛 那假如在市區 市區也會有一個 一個格子一個空間 它可以讓你停腳踏車 或是機車 他們是有點 類似像這種狀況 那那個區域就是不太能 就是不能停汽車啦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這樣規劃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反正你就是那個區域 那你就可以停 停你已經知道就是摩托牌 或是就是乘車 就是你已經很明顯的就知道 這些區域就是我可以停的地方 那其他區域 不好意思你停就是會被開單 一樣的意思 今天反觀回來台北 就是台灣 台灣整個台灣 我覺得機車停車格 這個我想到 是不是我們機車停車格 是不是大家都要一來一去一來一去一來一去 假如說今天他把格子取消就是那個區域讓你停 你能你多少車 我就讓你騎多少車 這樣一來對政府是不是 他可以多收錢 再來呢 我們也不用再想說哥哥哥哥哥被停滿了 那我要停哪裡 然後二把他移出去 然後我自己停 停好好的是不是 對不對 我也我跟你講 真實案例啊 我有被移過車 很可怕 包含就是我們攝影師 他也有被移過車 就是我們停在邊邊的時候 剛好邊邊設個位置 我們就很自然停進去了 到回來你要牽車的時候發現怎麼樣 你的車竟然被移到紅線啊 哇靠 那你這個時候好你被移到紅線被開單算誰了 假如說剛好又沒有監視器 對不對 這個論點啊 我覺得大家可以有被簽過的 可以底下跟我講一下 因為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也有被開過單 但是他的那個流程啊 因為你被開單了 那你要去申訴 那申訴你必須有時候就是 因為那個你不繳的話 他會罰錢嘛 所以你要先去繳 然後再去申訴 那申訴你也不一定 因為你沒有東西可以作證 因為你停車你也不會用 先拍照 好了那我車就停車對不對 不可能嘛各位 當然現在有自保的方式啊 可是我剛剛那個論點也有一個問題是 假如說今天這個格子內我塞滿了 那假如說今天我的車被刮了怎麼辦 這又是另外一個要討論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就只針對 重機可不可以停機車停車格 這問題下去討論 所以呢這以上啊這三個觀點 其實呢我得出一個結論 是以我自己啊 因為我自己是 其實你要也是騎車的 所以我是比較希望 就是真的 就是你覺得你的尺寸可以 他可以不用分嘛 就是你要停機車停車格 你自己要負責 你有可能會被移車 會被刮 那你自己考慮 但是可不可以停 我覺得是可以的 那你不要超過太多 比如說你今天Going要來停機車 那個機車停那個 不可能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以上這個觀點 其實你自己是個摩托車駕駛 你自己就要有sense說 我今天這台車停在這邊 會不會超出太多 會不會影響到那個用路人的權利 這都是我覺得都可以代討論 所以呢 不是不是就是直接禁止你 而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可以討論的 那討論下去 我希望政府還是可以去思考一下 因為畢竟呢 這個真的可以解決 就是你真的今天汽車 我也是汽車駕駛啊 那當我看到看到一台機車 就問生生的停在一個格子內 那一區又是超難停車的一個區域 那你要怎麼辦呢 對不對 假如說他今天停滿了 那我還可以說 那很多台 可是其實他就一台停在汽車停車駕裡面 你如果也只能摸鼻子你就繼續找 那假如說今天他有更多選擇 你是不是 汽車就比較會 就是比較會有規劃啊 或是更多位置可以讓汽車的來停呢 對不對 這個是 我自己的論點 但是 不知道會不會有衍生出什麼問題 這是我們一般民眾是不知道的 那我今天自己的論點呢 結論就是希望機車停車駕駛可以開放我們大行眾 可以停好不好 最後我希望就是大家可能會有一些 很很很激進份子啊 不行啊 可以啊 不要 我們理性 飲酒 理性討論 好不好 就是討論呢 我們大家都會有各的論點 可以 但是 好不好 請理性討論 我當然不在哪一邊 但是我覺得 討論是好事 那讓政府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重視這些事情 假如你過度的激進 反而是會讓一些團體有話講啊 衛生政府覺得二輪騎士怎麼樣 對不對 是不是 第二點討論 假如說你太激進的朋友 我會把你BAN掉 是不是啊 好了 那我是大喬謝麥克 今天呢 第一次做出這種對社會議題 尤其是機車的 有一點討論 不知道你喜不習慣呢 假如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下留言跟我講 那再看到最後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大喬謝麥克 我們下期見啦 Bye